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我们连续两集说了跟228事件有关的故事 尤其是像上一集是讲到李友邦跟台湾义勇队 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 点出了好几个跟228事件有关的人名 对,白色恐怖 跟白色恐怖有关的人名 那这一集老坦是不是要来帮我们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些点菜 我们这一集来说 陈宜因为讲到228把他给跳过去 好像也说不过去 我们知道因为他在228之后离开了台湾 没有多久就转任浙江省省主席 可是在解放军渡江之前 他劝说以前的老部下汤恩伯一起投供 汤恩伯把亲笔信函交给了蒋介石 所以陈宜很快的就被抓了起来 后来送到了台湾 1950年的6月10日 无时被枪决 才过8天就轮到了陈宜 因为枪决的新闻是事先发布的 那个时候有2万多人聚集在通往麻产店的道路 我以前听过一位老伯伯 他因为家事的关系 所以年轻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党国的一些那个时候的要人 他说陈宜被枪决之后 汤恩伯的三峡住家 房间里面有一间是灵坛 点满了红灯 所以整个房间红通通的 看起来很可怕 汤恩伯也好像发疯一样 绕着房间这样一直走完全没有睡觉 因为是听来的 我们也不知正假 就顾问听字 我们知道陈宜是一位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从前面两集听下来 这位浙江人先去福建接了沈主席 最后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也就属类似于台湾沈主席的职务 228之后又回到了浙江街沈主席 看起来蒋介石是对他很欣赏的 可是他到底最后为什么会被枪决 我们知道国共内战在三大战役结束之前 其实胜败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蒋介石要下野之前 预先做了布局 他先命令汤恩伯出任金富汗警备总司令 率领数十万大军 准备要执行守上还不守参加的任务 陈宜那个时候是浙江省省主席 他想要执行和平政策 所以就写信给以前的老部下 待他如父的汤恩伯 希望能够一起的配合 老谈前面有提到说 陈宜是被汤恩伯举发的 为什么陈宜开始会找上了汤恩伯 而且还这么样的大胆 直接找汤恩伯说 我们一起 意思就是说 相信汤恩伯不会出卖他 感觉感情是很好的 对是 因为汤恩伯曾说 他有两个父亲 一个是生我的 一个是育我的 那陈宜是育我的父亲 那为什么呢 因为汤恩伯在读日本世光学校的时候 喜欢了陈宜的艺女王静白 王静白把他带给陈宜去面试 那陈宜对汤恩伯很欣赏 所以才娶了王静白 之后汤恩伯就读日本陆军大学 也是受到了陈宜的资助 因为陈宜对汤恩伯后来的发展 其实是贵人 再加上又是浙江人 所以汤恩伯是一路的攀升 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弟系 在抗战的时候 甚至一度永宾数十万 被称为中原王 在国民党内 那个时候以陈宜 还有西北王 湖中南 是蒋介石最重的嫡系 所以这样看起来 汤恩伯其实也算是陈宜的女婿了 所以汤恩伯他知恩图报 其实对陈宜来讲 陈宜是非常信得过汤恩伯的 可是陈宜又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升起了反奖的念头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1948年年底 徐邦会在已经接近了尾声 整个局势对国民政府 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1949年的春节 陈宜去浙江奉化 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拜年 那个时候蒋介石的侍卫长 于继时 他拿出了拥护蒋介石 重新再起的通电稿 所以已经有一些省市长官 已经签名了 陈宜在看过之后 说OK 可是他却没有签名 他回到了寒州 那个时候东南日报的记者访问他 陈宜讲了说 国事已经至此 要有勇气认错 要有勇气改过 之后记者又一次去访问他 说局势业越紧张 有什么应变 陈宜说的一些意在言外的话 拿什么东西来准备 传到桥头自然指 听起来他这个态度 好像是有点消极 似乎就是想要放弃抵抗的样 对 所以蒋经国特别去找了陈宜 结果陈宜又说 你父亲最好暂时的离开 然后去南美洲 等到形势的变化 看将来是怎么样子 到时候可以做出适当的安排 再请他回来 陈宜就算是没有告密 如果在这个情势下 讲这些话 迟早也是会被落入人工 对对 因为浙江省是蒋介石的故乡 他的分量 与其他的省份 其实是不一样的 陈宜讲这些话 一定会引起一些揣测 所以他在被捕 还没送到台湾之前 是被安置在浙江的渠州 陈宜的女儿陈文英 后来写的文章 这个标题是 渠州相会 和父亲相处的最后日子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说 陈宜讲这些话 都是召记 因为这种会被认为是反讲的说法 很容易外面就会被人家见风插针 对 这个时候呢 东共的确也有派人来与陈宜接触 陈宜讲说 浙江只有保安团 兵力不足 如果单独行动的话 可能会失败 他可以试着劝说 汤恩伯一起来行动 才不会失败 所以他就派了他的外甥 丁明南 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函 去上海见汤恩伯 汤恩伯得到了 陈宜的亲笔信函之后 把原信送给了 人在凤发的蒋介石 另外呢 还把摄影拍下来 把照片寄给行政院 那根据那个时候 曾经担任陕西省 政府主席的祝少周说 他在南京会晤 何应青的时候 何应青从皮包里面 拿出了 汤恩伯提供的这张照片 还说陈宜真是浮屠 蒋介石知道之后呢 在1949年的2月17日 从西口发出了密电 经过行政院会议的通过 浙江省政府整个的 撤换掉 彻底的改组 陈宜大概心里也有数 知道自己的备免值 大概是市级外线 所以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个人做事 一个人当 我们这么听起来 应该就是汤恩伯举发他的没有错了 国防部军法何一廷的判决证本 里面的确是提到 陈宜三货军人 那这位军人呢 就是汤恩伯 不过呢 蒋介石怎么会得到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陈宜的信 被汤恩伯摆在了抽屉 那个时候 汤恩伯是金富汗警备总司令 军统毛仑凤的主子 毛生呢 那个时候是出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 而毛生的妻子 胡德真呢 是汤恩伯总部的秘书 所以摆在抽屉里面呢 就成为胡德真的业绩 其实也有可能是汤恩伯 他自己不方便去流出这封信 那他摆在抽屉里面 被人家发现 拿去当做是证据 那总之呢 浙江省政府在2月17日被改组 那陈宜下台 2月21日交接之后呢 他就从杭州搭车到上海 杭州被软禁 转到了浙江的渠州 4月呢 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 陈宜呢 就从浙江的渠州转移到了基隆 住在三学两野 住过的旭秋指挥所 在基隆港旁边的要塞山 之后呢 再转到了台北宪兵第四团的看守所 陈宜在那个时候 想要倒奖 结果呢 被抓起来送到台湾 先后关押在基隆跟台北 最后呢 是在1950年的6月18日被枪决的 老台一开始有说 枪决前的新闻 已经事先发布了 有2万人聚集在 马场丁那一带的这条道路上面 要等着看这个枪决的过程 之前有说无时的时候 报纸的报道其实蛮详细的 那陈宜这边也是一样 报道非常详细吗 陈宜呢 他被押解到台湾呢 先住在基隆港旁边的 旭秋招待所 这一段呢 其实是比较宽松的 那后来才转移到 宪兵第四团 那1950年3月呢 蒋介石复出 5月就开始军阀审判 5月19日 蒋介石亲自下手语纸条 写说 枪决可业 只是国防部军事法庭 判决陈宜死刑 为什么蒋介石 他一定要枪毙他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 国防部的参谋总长 林卫文 还有于大卫等等 那个时候都劝陈宇 写一封悔过书 像战学良一样 可是陈宇的个性太硬了 拒绝低头 那也有人认为说 蒋介石重新复出 需要立威 特别是对内 所以在枪决无始之后 又拿陈宇来立威 那其实呢 陈宇大概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所以那时候表现得相当的稳定 已经过世的情志人员 古正文 他的有一本书叫做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 他里面写说 陈宇在伏法之前 其实表现得非常的淡然 因为他去探视 还对他说 我现在唯一的享受 就是好好的吃苹果 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死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 活着是每个人的基本要求 既然希望不要死 可是他又拒绝道歉 这样感觉起来是很矛盾冲突的 我真的觉得那是跟他的个性有关 他的个性就是 事情一决定了之后 不管对或错 都要执行下去 也不会轻易的道歉 那长期以来 陈宇在台湾的形象 真的是不太好 那有一本书是 邪恶的开端 就是讲述陈宇 还有他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 主要是在满汉专制等等 这个228事变的时候 就是个性干壁自负的陈宇 他的代表作 的确 蛮多长辈 其实都曾提到过 陈宇他的臭脾气 听不尽其他人的建议 像是我们前一集 提到这个李友邦将军 他在228发生之后 拒绝 陈宇的要求 广播一下安抚民心 结果李友邦将军 就被送到南京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聪明的人 你看他能够被保送去 就读日本陆军大学 还受到了日本教官的散事 把女儿嫁给他 所以你看他这么聪明的人 后来他的发展重心 比较偏正解 他也不会不知道 蒋介石的个性 可能也知道说 我写了回过书 到最后可能还是会被枪决 所以干脆就不写 而且他自己也是政坛打滚那么的久 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杀人立威 所以对这一套的文化 应该非常的清楚 老谈讲到杀人立威 是不是要跟我们说说 陈宇他之前有做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例子 陈宇他是在1934年 接福建省省主席 那依靠他的能力 陆续就把福建省境内的 小诸侯地方的武力 异一的除掉 因为福建以前 也有所谓的小四川的城府 那总之呢 看这样爆发以后 他就开始叮咛说 地方官吏一定要跟地方共存亡 如果气土不熟的话 要出于死心 偏偏呢 那个时候日军打厦门 金门其实也岌岌可危 那金门县长是旷汉 是军统局的人 日军还没有打 他就先跑了 那陈宇非常的气愤 就拿他来祭祈 引起了福建省军统他们的不满 那认为说 这个是浙江人治理福建 故意在那边杀人立威 陈宇对这种说法呢 非常的气愤 认为是故意在打击他的威信 所以他调查之后呢 发现是军统局的负责人张超 他在背后散播 张超是奉代曆的命令 在福建发展军统的势力 也建立了自己的游击武力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福建本来就是小四川 陈宇好不容易 把这些地方的武装力量 把它给产出 那现在张超 你又在这个地方 搞这些游击武力 所以犯了陈宇的大忌 因此呢 陈宇就把张超 快速的也抓起来 在戴笠还没有救人之前呢 抢先一步就毙了 等于说陈宇就以军统 结下了两子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有句名言 得罪了方战还想跑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得罪军统 是不是对陈宇的最后结局 是造成了影响 有一本书是 探恩博史料专辑 它里面有一篇文章 是陈宇处死张超的经过 提到了陈宇被处死之前 探恩博释处托人求情 后来毛生向毛伦凤问说 是否要向蒋介石求情 那毛伦凤说 陈宇是军统负责人 张超的仇人 我还会救他吗 陈宇是在1950年6月18日 被枪毙 那很特别的是 张超也是在同月同日 被枪毙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 这是毛伦凤借此暴冲 死亡的时间是同一天 对 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偶然 但观众朋友们 一定也蛮想要知道说 这个枪毙执行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蒋介石那个时候 是派保密局毛伦凤 来办理这件事情 毛伦凤于是要 技术总队的少将队长 杜长城来负责 因为过去特殊的历史因素 所以陈宇的史很少再说 一直到了2014年 现在已经停看的时报周刊 曾经专返一位老情报员 李国辉 他是那天执行枪决的五个人之一 根据他的说法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他是什么行动 在6月17日的晚间8点 他们搭车到了杜长城 在罗斯福路的住家 杜长城随即宣布说 今天晚上我们要负责一个 非常关容的历史特殊任务 是奉毛居长的命令 要执行枪决叛国的陈宇 翻开历史 能够枪毙上将的能够有几个人 可以说没有 我们今天是在创造历史 不知道有谁有勇气来执行枪手的任务 我今天换作是我 应该也不会主动说我要担任行刑者 毕竟他自己都讲了 这个执行上将 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晦气 对还没有开枪手就软了 对啊 因为陈宇是上将 大家都没有举手 没有多久杜长城就指着 他们五个人中的有一位叫朱国瓶 他说你是英雄 由你来执行 那因为朱国瓶是在1949年底 曾经到香港企德机场 爆破了投共的民航机霸架 朱国瓶被点名之后 也只好硬着头皮来接这个事情 那行刑前 毛伦凤还在电话里面指示杜长城说 陈宇虽然一时浮屠叛国 可是毕竟还是政府要远 所以要特别注意两点 第一是行刑前一定要保密 告诉他说18日的早晨 这是蒋介石要照见 那第二是执行的时候 不要枪击头部 凌晨两点左右 他们搭车到了中华路 宪兵第四团的看守所 也就是现在总统府旁边的宪兵队的位置 他们报告了陈宇说 蒋介石要照见 请骑船准备 那陈宇听了以后以为是真的 立刻梳洗沐浴 自己还煮早餐 搞了两个多小时才出发 所以我们也不能知道说 陈宇他这个时候心里有没有底 这个是他最后的早餐 根据李国会的说法 陈宇上车以后 看到他们情报员都是配枪 心里大概就知道说不太妙 经过新殿碧坛吊桥的时候 陈宇终于忍不住的问说 到草山 为什么要经过吊桥 其实他们就骗他说 我们是在走小路 过了碧坛吊桥没有多久 就到了新殿空军公墓 一下车 只有唯一的一位记者 范德虎 已经在那边等候拍照 那他是保密局的同志 所以陈宇知道大势已去 这个时候走路的速度 就变得比较缓慢一点 在场等候的军法官 马上就宣判了判决书 并决说 这是奉总统手遇执行枪决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陈宇说 我人死 精神不死 我流的血 是替金富函 1800万同胞而流的 整体来说 他的神情还算正经 情报员李国会 他在这篇回忆文里面 就讲说 他们接着要陈宇向前走 走了十多公尺 行星者 诸国瓶 从背后连开两枪 那陈宇倒地 但并没有死 随后自己又翻身过来 四脚朝天 还在那边呼吸 这个时候 他们的队长 看到这个情形 又上去捕了一枪 无论陈宇做了些什么事情 在他临终之前 他也是维持了 自己的最后的尊严 这件事 对汤文博的打击很大 他还出了2000元 买了一幅棺材 资料并不是很好 那个时候 中央社的稿子 还特别把这一段 给写出来 所以这个中央社 是有一点故意 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个也很难讲 不过严格讲 汤文博把陈宇 想要投共的 亲笔信函 交给了蒋介石 其实也曾经希望说 能够保住陈宇的性命 可是他没想到说 蒋介石会枪毙陈宇 可是事已致辞 他后悔 其实也没有用 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是玩进摆 在家里摆设灵堂 汤文博也被搞得 如上考笔 之后 汤文博以治疗未病的理由 到日本去就医 那就种种的意外 死在手术台 那个时候 他其实也蛮穷困的 所以他的棺木 还是美国人捐赠的 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 其实这个228的 主要当事人 陈宇 这个陈宇之死 其实当然还有一些 让我们比较搞不清楚的地方 究竟是谁要治他于死地 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 还是与228有关系 这也是我们 最容易听到的一个说法 有一位自称是陈宇的侍卫 后来也做过陈宇的 纪要秘书 叫朱元孝 他说2月27日的 茶器事业事件闹大之后 3月1日群众包围长官公署 那天下午南京花来密店 他亲眼看见蒋介石指示说 对228的处理 要宁可错杀100 不可放过一人的这种电吻 那陈宇是蒋介石下令杀人的 替罪羔羊 这是他的说法 像这种大规模的行动 有最高长官的授意 其实听起来是合理的 独派也比较多 偏类似这样子的看法 认为蒋介石 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也认为说陈宇之死 是国民政府 那个时候为了要收买人心 消除台湾人 对228的怨恨 所以陈宇是蒋介石的牺牲品 蛮多的康物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类似的说法 刚刚老谈有讲过三种看法 那第二种看法是什么 第二种看法 其实就是杀人立威 主要是像李中仁 我们知道他跟蒋介石 是非常的不对盘 他说蒋介石每一次下议 都一定要杀一两位要员 来泄信众之恨 所以在民国38年的下议 照样的就是陈宇 这个李中仁的说法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也有听说过 那第三种 第三种是军统局的角度 毛泽在《传记文学》 里面有一篇是 陈宇破贪头共死磨 他里面提到 汤恩伯拒绝接受陈宇的建议 并且向蒋介石举发 这固然是事实 可是汤恩伯那个时候是用心良苦 并不想杀害陈宇 最后陈宇为什么会被杀呢 主要还是毛泽凤的关系 主要还是毛泽凤 陈宇在抗战的时候 决定要枪决金门县长 曠汉立威 还有包括军统福建的负责人张超 因为这个原因 跟军统局结下不解的梁子 对 根据毛泽的说法 毛泽凤曾经对他讲 陈宇是军统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 我还会去救他吗 毛生根据了这句话 认为说毛泽凤去西口 建蒋介石的时候 并没有把保全 陈宇姓命汤恩伯的这个话给带到 所以导致陈宇后来被枪决的时候 汤恩伯背负了 麦斯囚隆的这个骂名 所以纵观以上三点 老谭认为哪一种情况是比较可能的 其实我们从吴石岸 陈宇 吕义潭 吕有班 甚至还有断影等等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个时候 蒋介石是比较偏向 肃清内部的通共者 那这里面是有真实的供叠案 那当然有的是冤案 那陈宇呢 他是确实是有证据的 当然他还可以化解 所谓228带来的民怨 我们从大时代来看 这个内部的问题 一直是蒋介石的痛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我们从后面来回看的话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那老谭回过头来 我们怎么看陈宇这个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对陈宇的印象都不会很好 评价也都不高 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 对他的印象 不过在解研之后 批评陈宇的书 虽然没有少过 可是也有少数一些 是替他再方案 像是有一本书 叫做陈宇的本来面目 除了提到他很连结之外 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些 很多不为人知 关于陈宇的故事 那老谭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其中 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 在这本陈宇的本来面目里面 有好几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做过陈宇 基要秘书的媒体人 郑士隆 他是那个时候 大公报的总编辑 为什么要提这一段 因为我们的节目 都是新闻与历史的结合 所以还是多少 带一点点的当时的新闻 对 那会来讲 陈宇被枪决之后 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陈宇生平之一零半爪 它里面提到 陈宇在当福建省省主席的时候 尽力扶植大公报 而大公报也都替陈宇说好话 所以在228事件的时候 大公报一年出了几篇的社论 都尽力的替陈宇在那边做回复 其实没有想到 媒体在当年 其实也是蛮竞争激烈的 有机会就会趁机戳一下 他的对手 可是中央日报的他这篇 陈宇生平之一零半爪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觉得游击点 还真的有点画龙点睛 或者说是意在言外 比如说他里面讲到说 陈宇的个性 就是所有的事情 一经决定 不管对错 就是要那样的做 而且绝对不肯承认错误 其实他这个还是写在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 等于是写给 看得懂的台湾人看的 可信度其实是很高的 老谭其实前面也提到过 那时候蛮多人 劝陈宇写回过书的 但他至死都不肯写 看起来其实个性就真如同 他这个中央日报上面 形容的一样 的确如此 那被中央日报点名的大公报 也的确是比较站在陈宇这一边 曾经做过大公报总编辑的 郑士隆 他在细说我所认识的陈宇 这篇文章里面他讲 他在知道陈宇要被执行 枪决的时候 心中无味杂成 就要求说当天的编误 是由编辑主任来负责 总编辑他只有看最后的青样 也就是要印刷之前 看那个大样 然后所有的报道 还有照片都只准用 中央社提供的 不准改动任何一个字 而他最后看青样的时候 把头版的大标 叛逆陈宇金城胡法 叛逆两个字呢 改成叛将 为什么正式我们要做这样的更改 在用字上面 这是一种讲究 陈宇除了做过台湾行政长官 他也还先后做过不见 还有浙江省省主席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陆军二级三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国防部军法何一廷的判决正本主文 是这样写 曾以商货军人逃判 除死刑 此夺公权终身 除留其家属 必须生活费用 全部财产没收 所以大公报这时候 就把叛逆改成 就是叛将 是说的过去的 对 郑士荣的这篇文章 还提到了一点 他说 那天晚上呢 有一个未经证实 而且不能见报的消息 蒋介石 特别搭船出海 似乎在回避 张群啊 其他人想要替陈琴求情 墙下留人 显然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蒋介石对陈宜之死 并不是那么的冷漠无情 就怕说他心软了 对对对 我们这集呢 这个节目讲到 这个228事件中 最受争议的陈宜 无论是这个汤恩伯 他有意无意的揭发了 陈宜跟共产党人有接触 生了异性 或者是说 陈宜和毛仁凤 军统系列之间的纠葛 最终呢 还是在这个 蒋介石的意志命令之下 执行的枪决 也是借此让这个 清理228事件者 有了一个 可以宣泄的情绪的出口 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讲到这边 谈兵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 历史 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可以在YouTube上面 可以观看 在底下给我们留言之外呢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也欢迎大家呢 在Apple Podcast下面 给我们留言 跟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